香港的战中行动呢 现在进入了持久战 国际间也开始纷纷的关注 而在刚刚新闻片段里头 你看到了香港特首梁振英 昨天在记者会上头是出面了 现在就有人说他态度放软 而且呢还一改之前的强势态度 现在他是说战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换言之暗示的是 港府目前不会清场 而且在昨天这场记者会上呢 他也否认说自己有动用解放军 还是说原本呢要启动的第二轮政改咨询 时辰要往后延 放低身段就是希望局势可不可以降温 但是大家很关注的是梁振英的去留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 但他强调如果2017年之前 有原事变动的话 这香港可能连现在的所谓普选都没有了